我们看彭斯这次的安排非常有意思 因为1月20号就将迎来拜登的任期了 但是彭斯把时间卡位卡得非常准 出访的起始就在美国国会宣布拜登获胜的那一刻 然后宣布完几小时 彭斯就将离开美国国会 然后奔赴机场去展开自己的出访之旅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两重含义 一重含义由美国媒体猜测 他可能害怕美国国内的调查 我想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虽然有一些调查在持续 可能有的时候会展开问询 但短暂的出访总还是要回来的 躲是躲不过的 更重要的两点原因 我觉得第一点是招式特朗普政权的外交成果 你看他这一次出访的国家 包括以色列包括巴林等等一些国家 以色列和巴林我们都知道 恢复了相对的这种外交关系 很显然特朗普政府包括彭斯本人 想把这笔功劳记在自己的外交成绩上 通过这样一次总结之旅 能够把所谓的外交遗产昭示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彭斯作为副总统 事实上这一次竞选没能够连任 但彭斯还年轻 未来还有更多的考量 比如说是否未来会站出来 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去竞选下一任总统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种层面而言 彭斯也想给自己的政绩上 写上更多更光辉的笔触 这一次出访也是把外交这样一笔成绩 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我想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 这次出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